主觀狀況面可以看到 遊覽車是直接撞上了中央分隔島 現場的玻璃碎片 還有零件是四散了滿地 消防隊員接獲通報之後 是趕緊到了現場來救援 而目前了解是有一名駕駛 第一時間是受困在車內 不過現在已經把人救出來了 這狀況就發生在國道一號高架 南下路段71.3公里處 就在剛剛發生了 這一起遊覽車自撞的意外 其實這裡就是在揚梅休息站外 而之前也曾經在同樣的地方 發生過類似的自撞事件 而現在幸好是沒有波及到 其他的用路人 只是車上到底還有沒有其他乘客 現在駕駛的狀況如何 警銷都還在進一步的了解當中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最新情形 現在時間是有招攬旁邊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